1965年1月4日 第三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 在北京閉幕 總理周恩來在這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 第一次提出了 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 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之內 將中國建設成為 一個具有現代農業、現代工業、 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